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3月2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嘉晴 首先跟大家說今天的新聞提要 加拿大駐華市管外長掛聲門烏克蘭標語 遭到不明人事噴上侮辱性言論 本台專訪制留烏克蘭的中國公民黃吉賢 可以批評中方的撤僑行動不設實際 又指官方封鎖他的信息 香港失業率攀升 港府被質疑高薪輸入沒有經驗和學歷的內地護理員 詳細的新聞內容 俄軍入侵烏克蘭在全球包括俄羅斯境內軍爆發反戰潮 中國卻為異數 在北京加拿大駐華市管 周二在市管圍牆懸掛聲門烏克蘭標語 其中一張迅速遭到不明人事噴上侮辱性的言論 加拿大市管在微博登載有關的標語圖片 也遭到大批中國網民留言辱罵 國內有名人因為在微博發表反戰的言論遭到禁言 評論指中方透過輿論引導和默許小粉紅的狂熱行為 為國際社會壓力下中共開始微調立場 近邪太貼的小粉紅恐將遭受到打壓 聽聽情文報導 周二位於北京朝陽區東直門外大街的加拿大駐華大使館 升起烏克蘭國旗 並在使館圍牆上懸掛了兩幅標語 寫著我們和烏克蘭在一起 和我們支持烏克蘭 星期三有中國網友向本台發力圖片 加拿大駐華使館掛出的兩幅標語當中 其中寫有我們支持烏克蘭的那一條 被不明人士噴上了欲罵北約的粗口 而加拿大使館目前已經脫下了那條標語 北京八九藝術家貴豐認為 這些攻擊者的行為大多數在中共暗中支持 和在輿論風向引導之下進行 貴豐說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 中共最初的風向就是反美、反北約 和支持俄羅斯 但中共看到西方國家和全球各國 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撻伐之後 輿論開始靜靜地轉向 中共喉舌也開始大談和美國的關係 他說一些小粉紅跟車太貼 沒有瞭到官方突然急轉彎 未能及時刷車的小粉紅 估計要受到處罰 會封幾個號抓幾個人 然後懲罰懲罰 但小粉紅閉嘴 加拿大駐華大使館 早前在懸掛支持烏克蘭標語之後 還在他的官方伸浪微博上面 發布了那些標語的圖片 一點都沒有出人意料 在這條微博下面 湧入了成千上萬的中國愛國網友 和小粉紅 誤滅加拿大為種族屠殺者 納粹國家和加拿大是美國的跟班等 條漢升起烏克蘭國旗的加拿大使館 是被烏克蘭入侵 還藉著加拿大卡車司機事件 指責加拿大沒有資格支持烏克蘭 有人還要求解散不約 更有甚者 將加拿大發布的圖片收圖 改為我們加拿大支持烏克蘭納粹 但在近9000條評論當中 帶有極端民族主義的冷血言論幾近瘋狂 也有為數不多的國內網友 支持加拿大駐華大使館的做法 並表示站在烏克蘭的一邊 不過這些罕見的聲音 也做到外國人士的圍攻 清華大學前社會學教授李敦表示 在中共當局強力言論管控下 中國甚至不可能出現 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戰言論 以至於在西方各國制裁俄羅斯之前 中國社交媒體出現一面倒支持俄羅斯 和主流價值格格不入的狂熱聲浪 那背後其實是中國官方立場的輻射 俄國都有反戰要求 中國在這種狀況下 絕不可能出現反戰的聲音 出來就善 五毛粉紅那些 他們究竟怎麼了 背臉不承認事實 由於當政者 做了一個完全是不應該有的選擇 和普京建立這麼種關係 你又不敢索性站過去 後來又撤回一點 就是上面住在一種自相矛盾 他在自己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 同時他在腐蚀社會 本台記者致電北京朝陽區警方 查詢惡意圖押使館標語行為是否違法 而對方就直接掛斷了電話 直照目前加拿大駐華大使館 登在聲援烏克蘭標語的推文 尚未遭到審查 加拿大駐華大使館 還在微博上發表了加拿大外長喬美蘭 在聯合國第49屆會議上發言 喬美蘭說 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得尊重 烏克蘭人民的民主意願必須得維護 他們的人權必須得真正的保護 但是中國影聲元納、烏南和主持人金星 就已經因為發表反戰言論遭到微博禁言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加拿大除了和美國、英國和歐盟主要國家聯合 對俄羅斯進行制裁 將俄羅斯踢出Swift國際支付系統 制裁俄羅斯銀行、限制俄羅斯出口 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俄羅斯個人和機構 還向烏克蘭援助武器 和派出士兵在東歐協助北約行動 加拿大政府週二宣布 向烏克蘭人提供一億家圓的人道主義援助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引發全球反戰浪潮 並因此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近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 中共尊重俄方出兵 重新與俄方密切協調和相互支持 美國《華爾街日報》週三報導 引述匿名的美國官員警告 如果北京企圖暗中幫助俄羅斯 華府將要其自食其果 為此付出代價 聽我剛日和報導 《華爾街日報》引述不具名的美國官員表示 如果中國企業和銀行試圖幫助俄羅斯 這樣針對俄羅斯實施的懲罰性經濟措施 尤其是對某一些技術的出口管制 可能會對中國造成打擊 報導指 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官員說 如果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 想要從事這些會受到美國制裁的活動 他們將會自食其果 報導指拜登政府官員一直在商討 如何應對中俄合作 這些知情人士向《華爾街日報》聲稱 他們決定令中國為此付出代價 被中方帶來痛苦 上星期五 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俄羅斯否決了美國支持的 要求俄羅斯撤出烏克蘭的決議 而中國、印度和阿聯酋都投了棄權票 中國的做法招致了美國的批評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表示 這些投棄權票的國家 相當於縱容俄羅斯的侵略和無端行動 上星期四被問及是否將會敦促中國 幫助孤立俄羅斯事 美國總統拜登說 他目前不準備對此發表評論 白宮發現人普薩基上星期五表示 鑑於這個涉及到中國 他想說總統的觀點當然是 現在全球領導人不僅要明確反對普京的公然侵略 並將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而且現在不遺憾胡其次、躲避 或觀望未來會發生什麼時候 在莫斯科時間星期一 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的官方微信 公開了普京和習近平在上星期五的電話內容 鐵文引述習近平強調 中方尊重俄羅斯領導人 在當前危機的形勢下所採取的行動 並重新與俄方密切協調和相互支持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江日和報導 受俄羅斯出兵入侵布克蘭影響 國際油價持續上漲 國際布倫特原油價格週三突破每桶110美元 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價格上漲超過6% 由於油價飆升 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對供應的擔憂 美國及其盟友正在考慮釋放石油儲備 另外俄羅斯國有的聯邦儲蓄銀行 週三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暴跌95% 交易價低至1美分 利家俄羅斯最大的銀行表示 在歐洲的子公司經歷了異常現金流出 並對其員工和財產的安全表示擔憂 綜合外電報導 布倫特原油價格週三上漲4.88% 布每桶110.09美元 西德州中級原油價格上漲6.5% 布每桶111.18美元 雙雙衝上七年多的高位 俄羅斯總統普京揮軍入侵烏蘭後 世界強權紛紛對莫斯科實施嚴厲 而且影響深遠的制裁措施 西德市場對俄國原油出口將被切斷的憂慮加深 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生產國 到歐發生衝突前 由於原油供應緊張 加上各國鬆綁防疫措施 經濟重啟 全球需求強勁復甦 油界已經顯著攀障 交易商將密切關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和俄羅斯等其他主要的產油國 週三稍後舉行的會議 他們將討論是否會提高產量 以緩和有利通貨膨脹升溫的油價趨勢 總部位於巴黎 主要代表工業化國家的 國際能源處處長比羅爾表示 該機構將在週二舉行一次特別的部長級會議 另外俄羅斯最大的銀行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股價 週三在倫敦交易所暴跌95% 為史上最大單日的跌幅 該銀行3月以後在網站聲明中說 已經決定退出歐洲市場 聲明說 該銀行在歐洲的子公司出現不正常資金外流 部分公司員工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滯留在戰地的中國人命運受到關注 北京滯留烏克蘭的程式員王吉賢 因在社交媒體發布烏克蘭適時戰況 並公開批評普京的侵略行為 做到大陸的網民網報 官方也封鎖他的信息 王吉賢在接受本台專訪時指出 他要留下違言反侵略戰爭 只是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樸素情感 即使會因此而付出生命 也不會退縮 聽聽情聞報導 在接受本台記者專訪時 王吉賢說 他現在還在烏克蘭的海濱城市奧德薩 當地的戰火仍然在繼續 他也證實自己發布的信息在中國大陸被封鎖 為此王吉賢還祝福本台記者 如果他不幸死於戰火 一定要將他的遺言 他的短片告訴全世界 讓世界知道 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吉賢表示 戰爭爆發以來 他不但面臨著戰火的威脅 也深深感受到了同胞的惡意 以及一種可能存在的威脅 他對之後的安全狀況感到悲觀 但對烏克蘭保衛者就有信心 跟我秋後算賬 我這是什麼坦克 我這都沒怕 我怕你那個 王吉賢來自北京 在烏克蘭創業 成立科技公司 並由他自己擔任程式員 俄軍入侵以來 他發布了大量烏克蘭戰地短片 在其中一條短片裡 他流淚地講述了自己的朋友 被入侵者槍殺 以及烏克蘭的父母為了保護孩子 赤手空拳地阻擋坦克的故事 他以視頻講述身邊普通人的遭遇 也都強烈譴責甚至是助奏入侵者 又為擊落入侵飛機的守衛者歡呼 但是這些故事 和受操控的中國媒體的報導口徑 直接有衝突 機構媒體絕口不提 因為衝破官方禁記發出真實的消息 王吉賢一夜之間成為了中國媒體人關注的焦點 但是只是幾個小時之後 他發布的大量戰地視頻 不是被屏蔽就是被限留 他也因此被圍攻 部分小粉紅網民說他背叛了國家利益 是美國的走狗 有人甚至對他發出了死亡威脅 雖然被網上報名說是美國走狗 但事實上據王吉賢本人表示 至少在戰爭開始之前 他自己對政治沒有感覺 甚至對烏克蘭俄羅斯和北約的關係都並不了解 在採訪當中 他甚至不知道車神俄羅斯、白羅斯 是不是各自獨立的國家 但是當他發現自己同事鄰居一夜之間 都身陷俄軍發起的戰火之後 引起了他的憤怒 甚至是反抗的決心 我對烏克蘭沒有概念 但是我公司愛那兒的 我投資愛那兒的 他別過來傷我房子 殺我鄰居 那鄰居家小姑娘她是好人 我們家大爺樓下遛狗 每天一塊買菜 他們不該死 我們都是人 我保衛的是我的家 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的一個共識 打仗之前 人就是理髮師 餐會兒 廚子豁出去了 這是我看見的 我不想死 我想活著 但是他躺個車都開過來了 我絕對不會貪生怕死的 和中國網民激烈挺普京的立場相反 黃吉然公開表達了對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的讚揚 這也導致了他被更多國內的支持普京的普京粉 萬馬威脅 黃吉然向記者表示 中方的撤僑行動不切實際 昨天由華僑從烏克蘭首都基庫撤離 他和身邊的華人也收到了大使館的通知 要他們自行去基庫集合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 在戰火紛飛交通被嚴重破壞的情況下 他們自己的力量 根本沒有辦法長距離出行 因此只有被迫留下來等待未知 在亞素營剛被轟炸完 所有的橋都被炸完了 那地也都炸出坑裡了 高速都斷了 他也沒車 他怎麼過去 我還有哈爾科夫 那人也有個哥們 那個地兒 你給他那輛坦克車 他都已經出不去了 所以關於撤離這事就這樣了 所以關於撤離這事就這樣了 是來收留沒有百分離開的中國人 但是沒有結果 本台記者也發現 制留烏克蘭的中國人 大多數處於類似的狀態 在一個有252名 女烏中國人的微信群組裡 他們在自行尋求逃離戰區的途徑 大陸資深傳媒人張峰認為 即使在一面倒的國際壓力之下 中國當局仍然堅持在這次烏克蘭危機上 封鎖真實的言論 是因為官方不希望民眾 看到俄烏戰爭的真相 怎麼抗擊怎麼贏的 比如說那些坦克被拼凌和抗退 這樣的事情對中國人的衝擊很大 我想他肯定是免得把它變成一個 全民價值觀的普及過程 本台記者也就這件事多次致電 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 和諸奧德薩總領館 但是該機構的電話都一直沒有辦法接通 而中國網信辦也都一直沒有回應 本台記者的採訪請求 自由澳洲電台情文報導 俄羅斯徽軍入侵蛙蘭踏入一個星期 首都基府等多個城市被轟炸 到處變成徐喚拜雅 全球多國近50個城市 在過一星期爆發反戰反俄抗議示威 柏林、多倫多、巴黎、倫敦、紐約、 洛杉基、華盛頓、東京等地 均出現大型的反俄反戰示威 在華府白宮外 有近萬人集會 當中包括海外的華人 中國民主黨成員到場 聖門呼籲公審戰犯 主席黃君圖向本台表示 還要抗議中共長期以來的倒行逆施 白宮外有萬人的大規模抗議 聖門烏克蘭人民 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公審普京 中國民主黨還有一個訴求 就是公審戰犯普京的同時 公審共犯中共黨魁習近平 黃君圖說 習近平有一次和世界的獨裁者並肩 與民主文明世界為敵 對一個主權和民主國家發動侵略戰爭 將中國人民劫進武裝侵略的罪惡戰爭 這是中國民族的災難 必將失敗 獨裁者必將一起接受世界的審判 以下聽聽他們怎麼說 大家好 朋友們好 今天我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的背後是一個集會 這場集會在高峰上有上萬人 這個集會的宗旨就是抗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聲援烏克蘭人民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要求公審普京 我們在這裡作為中國民主黨人 代表中國人民提出一個新的要求 在公審戰犯普京的時候 也應當公審共犯習近平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真的為習近平感到羞愧 他讓我們的祖國蒙羞 本來中國應該站在正義裡邊 即使在共產黨最邪惡的時候 在毛澤東時代 周恩來還有一個和平共同互相原則 還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 但是今天習近平 先是要求哈薩克斯坦總統 鎮壓哈薩克人民 現在又要和侵略烏克蘭的戰犯普京 站在一起 讓我們中華民族蒙羞 我們在這裡不僅抗議俄羅斯 也抗議中共的獨裁者 共生普京 共生普京 共生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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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free China Fly free China Fly free Hong Kong Fly free Hong Kong Fly free Hong Kong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入第七日 戰事並未如外界預料一面倒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運籌在握 在基庫堅守陣地 振奮軍民的信心 甚至成功團結西方世界 形成了澤連斯基現象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 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 在微信站文指出 在互聯網和社媒普及的年代 澤連斯基的人格化形象生動具體 成於利用社交媒體的他 成為政治界的搖滾明星 聽聽胡海文報導 施展指出 政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表演 但傳統媒體時代的表演 類似於大銀幕 觀眾只能單向看演員 社交媒體時代的表演 就像小舞台畫劇 觀眾和演員在無縫互動 他又認為普京在大銀幕表演上 較輕就熟 但就很不適應小舞台 澤連斯基的情景喜劇演員本能 令他在小舞台上如如得水 社交媒體雖然是小舞台畫劇的呈現屬性 其傳播範圍就是穿透國界 全球同時觀看的 他又說 澤連斯基每個小時在社交媒體上更新幾條 令粉絲形成很具體的期待 從而將戰爭變成粉絲追劇 普京的銀幕大 但是傳播範圍很小 澤連斯基的舞台小 但是傳播範圍很大 他進一步指出 社媒造就了澤連斯基的人格化形象 而非高高在上的神秘目測形象 善於利用社交媒體的他 成為了政治界的搖滾明星 施展強調 未來的政治很可能屬於大的小舞台 而不再屬於小的大銀幕了 與此同時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在星期二 播出澤連斯基的專訪 澤連斯基指出 我不是精神領袖 烏克蘭軍民才是 據外電報導 美國多家網絡技術企業 著手限制俄羅斯官方媒體 通過各大社交媒體 發布美化侵略的信息 局部宣布 旗下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 將禁止RT金融俄羅斯 和衛星通訊社帳號 連向歐洲發布信息 YouTube稱 限制美化侵略的措施 將在整個歐洲立即生效 除此之外 YouTube還將限制俄羅斯國家媒體 在其平台投放廣告 另外元宇宙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也宣布 限制俄羅斯官方傳媒廣告 和發布信息的措施 推特也宣布 將會為消息來源為俄羅斯 克里姆林工的鐵文打上標籤 此外 微軟宣布 不再展示RT今天俄羅斯 和衛星通訊社的產品、內容和廣告 並且在其應用商店之中下架 今天俄羅斯相關應用程式 蘋果也說禁止在俄羅斯市場的一切銷售活動 iTunes下架多一款俄羅斯官方新聞應用程式 針對西方網企的制裁 俄羅斯聲稱已經做好啟用本國互聯網系統的準備 俄羅斯消息部在星期二報導說 未來幾天俄羅斯可能和全球互聯網斷開 俄羅斯政府準備啟動自己的大局域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胡凱文報導 香港疫情嚴峻下 旅遊院社成為其中一個重災區 為了舒緩院社人手短缺的問題 勞福局長羅志光說 社署會向內地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 負責基本護理工作 但無需經驗或學歷 只需要識廣東話 每月的收入便可以達到3萬1,000港元 引起香港市民嘩然 質疑為什麼不先聘用本地失業人士 本台翻查資料 本地招聘的護理員 現時月薪連防疫津貼 雖然也有機會達到3萬港元 但入職要求則較多 一般要先考取護理證書 業內人士也指 不知道港府現在有津貼 有安老服務社公認為 這是資源錯配 並說香港有很多 照顧家中長者經驗的人 或失業人士其實也適合 並指官方的論調 刻意塑造中國救濟香港 漠視本地的同業 大家自然士氣低落 聽聽順音報導 香港星期三新增55353宗確診個案 確診人數再創單日新高 另外新增55間院 社有確診或病疫情況 總共涉及716宗確診個案 其中228宗為院舍職員 香港勞福局局長羅志光日前提到 現時1,000多間院舍中 一半出現確診 形容情況相當嚴峻 他說資助和私營院舍平均人手空缺率 已經達到25% 為了舒緩院食人手短缺的壓力 羅志光星期二說 社署會向內地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院 主要負責在社區隔離設施或站托中心 負責基本護理工作 為期三個月 他還說 照平時沒有特定學歷或經驗要求 只需要懂得說廣東話 抵講後會有三天訓練 大約三天訓練的課程才可以上場 說的是很基本的 因為很多長者是餓廠的 例如餵飯也要懂得餵 如果不是的話 也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 薪酬方面 這幫臨時合約照顧員 月薪和內地來港的外露 劃一圍大約1.4萬元 加上每月2,000元補貼 以及每日有照顧確診者的額外500元津貼 意味每月收入可以達3.1萬元 本台記者翻查勞工處的互動就業服務網站 普遍軟舍護理員月薪 大約由14000至18000左右 但一般要先完成起居照顧員課程 或者護理員證書等等 並且要具相關工作經驗 局方聲稱 連同港府疫情下提供的特別津貼 現時院士護理員的月薪也可以達到3萬元 但最另一眾市民不滿的是 沒有相關護理工作經驗的 這幫臨時照顧員 也能獲得相同的待遇 另外 香港最新失業率為3.9% 但值得留意的是 這個數據是截至1月底 未能完全反映第五波疫情對香港的經濟打擊 也有聲音質疑 既然局方沒有任何學歷或經驗要求 那為什麼不先請香港人呢? 按路服務前線社工阿KEF 星期三對本台指 院士人手和資源短距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事 只是因為疫情令問題更顯嚴重 最近他也收到不少求助個案 都是說老人院士或殘疾院士正爆疫 例如試過有107個長者和75個職員 快檢情陽性 但也聯絡不了衛生防護中心 甚至有一些收不到指示 只能夠繼續在院士外等 未能隔離 所以的確需要調派人手到院士幫忙 不過羅志光說請1,000個內地臨時照顧員 他覺得這是資源錯配 他還說 即使以沒有經驗來說 港府以前都推行過先平庸後訓練計劃 希望請一群青少年一邊在院士照顧長者一邊進行訓練 但待遇都很低 月薪未必足夠2萬元 但當時也有不少人願意參加 只是最後流失率高 他說 估計政府一定說本地沒有人願意做 所以才找內地人幫忙 但他見到的並不是 其實是有一群人願意做 只是待遇太差 留不到這群人 加上香港人口腦化問題 他覺得本地也有不少人其實曾經照顧過長者 其實都可以加入幫忙 他憂慮 那麼闖住聘請沒有經驗的內地人 並只有三天訓練 最終會衍生照顧不善等問題 就算被你成功請到 我都怕擔心衍生其他問題 因為本身私院質素差 很多人已經在用一些新移民的去做照顧員 因為沒有人願意做 又留不住一些年輕人 其實都出現過很多照顧問題 例如他們最有名的就是放在天台上洗澡 劍橋護路院都發生過 那麼你在這麼急的情況下 去推這些人手 是有人做這些事的 但會不會衍生其他照顧不妥當的問題 Akev都說 同業之間都有質疑 認為現在官方的論調 都是感謝中央援助等 但就漠視本地醫護等同業 令到員工士氣非常低落 對於勞福局所指的抗疫津貼 他說他認識的院士員工都沒有聽聞 本台也向勞福局查詢 有關聘用中國臨時合約照顧員的詳情 例如局方會不會安排居住地點給他們 有沒有考慮過先招聘香港失業人士等 不過在截稿前仍然未得到回覆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順音報導 接下來我們有專題節目時間 一年前的3月1日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 因為參與初選 被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一年後 案件還未完成交付程序 當中33人 卻已經未審先籌一年 即使部分被告獲准保釋 但都在嚴格保釋條件下轉趨低調 會被在公共議題上發聲 嚴遇社會性死亡 本台專訪已經流亡的初選參與者 許智峯和張坤陽 回顧47人大抓捕後的這一年 失去這批香港公民社會領袖後 香港社會到底失去了什麼? 聽聽盈駁宏湖海文報導 2021年3月1日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壓上法庭 控以全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當日西九龍裁判法院外面 響起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幾乎被禁住的8個字口號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大批香港人當日響應全民黑衣日的呼籲 穿上黑色衣服 去到法庭外聲援47名被告 曾經參與民主派初選 目前流亡美國的張坤陽 形容過去的一年沒有了他們 很傷害香港公民社會的元氣 亦令香港社會頓時失去了一批很重要 很critical的聲音 這47人當中 有立法會議員、有區議員 亦有大學教授、醫生、律師、飛機師和商人等等 他們被控告處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只是因為參與了一場 由民間自發並沒有法律約束力的錯選 2020年7月11日至12日 民主派舉行初選 決定由哪些候選人代表民主派 出選原定在當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正式選舉 目的是要為民主派在立法會爭取最多的議席 在初選的前兩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警告 初選可能違反了剛剛實施沒多久的港區國安法 呼籲市民慎重考慮風險 在那年的夏天 香港人正處於港區國安法所帶來的未知的不安和恐懼之中 人心惶惶之下 張崑陽定出了選舉口號 以行動戰勝恐懼 最終61萬名香港市民無視港府高官的警告 在烈日當空之下 在票站外面大排長龍 為的就是在這場初選之中投下一票 每次想起當日的情景都令張崑陽很感動 他感謝當日走上街頭 用選票感謝民意的香港人 透過初選互相傳染勇氣而並非恐懼 雖然是民間自發的選舉 但這場初選當時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候選人在各大傳媒的初選論壇上激烈交鋒 選舉的氣氛刺激烈 最終61萬個市民投了票 在52個候選人之中選了30個人出來 代表民主派出選正式的選舉 曾經參與初選 現在流亡奧大利亞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開探那次是最後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 初選結果出爐後 港府立刻表明 這次民主派初選不為港府承認或認可 初選後兩個星期 港府再以疫情為由 宣布押後原定在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也就是說 這30位在初選勝出的人士 並沒有參加過立法會的正式選舉 正當外界以為事件不了了之 施加近半年後 港府在去年1月6日突然採取大規模行動 派出大約1,000名警員 拘捕55名參與初選的民主派人士 成為了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的最大規模拘捕行動 震驚國際社會 當時許智峯和張崑陽 已經相繼流亡海外 許智峯形容 今日的他不是身在牢獄之中 只是行運 離開了香港大概一個月左右 已經出現了 所有的黨友戰友 都全部被捕 心一刻是深刻 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覆蓋香港不同的政治光譜 從激進抗爭派到最溫和的泛民主派 甚至為剷襲和基層爭取權益的人士 全部一個不漏被捕 規模令當時身處海外的張崑陽震驚 切夜霧面不停接受全球各地的傳媒訪問後 當他終於有時間停下來 便發現社交媒體陷入一片殖症 他更確定身在海外的他 日後將會背負著更重的責任 香港內部其實是陷入了一種資訊真空的狀態 因為所有政治人物被捕 你一打到Facebook你的news feed 其實很安靜 很多時候你可能會立刻提供一些政治資訊 以及特別公眾去了解事件 或者看看如何去研判現在的情況 和局勢如何 那事情都要對內 我都要繼續去打很多不同的post 希望跟香港人溝通交流 但對外國際也希望大家留意這件事 這一定是一個事務前來的打壓 你這樣拘捕所有人的家 連溫和的人都拘捕 這也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1月6日的大搜捕之後幾天 所有被捕人士相繼獲准保釋 未被正式起訴 不過去到2月底 他們相繼收到警方的通知 要求他們提前在2月28日去警署報道 當時外界已經預計 警方可能會正式落案起訴他們 張崑陽仍然記得 自己是怎樣隔空想努力去捉緊他們每一個人 在最後的自由時光所留下的行跡 他尤其記得岑梓傑在進入警署前一個小時 在Clubhouse上開了一個房間 他點進入香港人的信息 他尤其記得岑梓傑在進入警署前一個小時 在Clubhouse上開了一個房間 他點進去不說話只是聽 即使內心恐懼 他們一個一個仍然努力勉勵香港人要堅強活下去 岑奧輝和新婚的妻子手牽手一同步向警署 張賀心拖著她懷孕的妻子和朋友道別 何貴藍搭著朱凱迪的肩膀向鏡頭微笑 這一幕幕的畫面仍然陰在張崑陽的腦海 47名民主派人士步入警署之後 被正式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在第二天立即提堂 之後經歷連續四天馬拉松式審訊 期間有被告體力不知暈倒 許智峰至今仍然無法忘記當日的痛苦回憶 很尋重很受重 我很記得他們在首次提堂上庭的時候 我是作納不安 我覺得從政以來都沒有試過這麼難受 雖然我幸運走得了 但是我心裡從來都覺得他們是一個個體 那你成罰子他們就等於成罰 但是我一樣 過去一年間初選案被告經歷無數次的庭審 但是就未完成交付程序 47名被告當中有33人未審先籌了一年 其餘14個獲准保釋者 在嚴格的保釋條件之下 從此轉向低調 在公共語題上禁聲 甚至被形容為社會性死亡 張困陽至今無法接受失去了一群戰友 更無法接受香港公民社會 失去了一群具有洞察力的政治人物 他認為如果這批公民社會領袖沒有被捕的話 一定會以不同的方式繼續發展香港的公民社會 令公民社會更有朝氣更有人性地延續下去 而他們由香港的公共領域消失 是對香港公民社會的巨大創傷 更加重要他們提供一種論述 製造觀點進行政治的一些分析 這些洞察力不是每個人都有 沒有他們令到社會真是喪失了一份 對政府監察他們的一種洞察力 如果不被捕 我相信他們就算他們不能夠高調進行政治活動 因為香港今時今日的環境 但是他們私底下一定會再進行不同的組織工作 回歸社區、身家製作什麼都好 就是有他們的存在 香港的公民社會一定是可以更有 朝氣或是韌性地延續下去 和戰友商隔高牆一年重逢遙遙無期 張昆陽有萬語千言想對他們說 我很想念他們 每一天都想起他們 我沒有忘記過自己每一天可以在這一刻 都還生存到、生活到、講到話 享有這個自由是賺回來的 每一天都 我會善用他們 去為他們貢獻 亦都是為香港貢獻 亦都是希望他們的故事可以繼續 可以讓國際社會知道 我想跟他們說這件事 他們不孤單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應伯宏、胡凱文報道 在台灣 總統蔡英文周三會見 美國跨黨派資深代表團時表示 期盼台美夥伴關係更加緊密 為世界及區域和平穩定 作出更多貢獻 行政院長蘇貞昌對代表團成言說 有人認為 在俄國入侵烏克蘭之際 中國可能趁機侵台 代表團到來 顯示美國重視台灣的重要性 讓中國領導者不敢輕舉妄動 代表團團長 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表示 美國支持以符合台灣人民意願的方式 和平解決兩岸議題 聽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會見 美國跨黨派資深代表團成員的時候表示 上星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造成很多平民無辜傷亡流離失所 亦嚴重危害世界和平秩序 是透過認知作戰操作錯假信息 來分化台灣的內部 侵蝕我們的民主 這些動作沒有一天停止 然而台灣人民從來沒有因此放棄堅持 相反的 我們投入更多的努力來守護國家 包括發展自主的國防 強化不對稱戰力 並且鞏固國民的心防 繁繁認知作戰的分化 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具任性的民主制度 蔡英文表示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有堅定的自我防衛決心 也會守護自己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區域的穩定安全從來都不是單一國家的課題 烏克蘭維基告訴我們 民主國家間的相互合作和積極作為 至為關鍵 面對台海和區域安全威脅 我們期待跟美國、區域各方 能有更多緊密的合作 共同壓制各種形態 可能衝擊安全的單邊行為 以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在這裡我要感謝拜登政府 以實際行動依據台灣關係法 以及六項保證履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 拜登政府上任後批准了兩項軍售案 以及今天各位的到來 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代表團團長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支持的秀表示 他率領這個代表團前來對美台重要夥伴關係表達支持 正如拜登總統所言 民主正面臨長期而且令人擔憂的挑戰 現今烏克蘭的情勢即為一例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捍衛民主 本訪團反映了美國對台灣強健夥伴關係的跨黨派支持 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不僅符合美國的利益 也符合全球利益 這也是為何美國將繼續反對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 也持續支持以符合台灣人民意願和最佳利益的方式 和平解決兩岸議題 馬倫希望透過今次訪問團的拜會 向蔡英文和台灣人民再次保證 也會向區域的盟友和夥伴傳達 美國堅定維持承諾 行政院長蘇貞昌下午會見訪問團成員的秀表示 看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正是威權體制國家對鄰國的侵略 有人說中國對台灣也有可能採取行動 各位貴賓、組團在這個時候來 給國人很清楚的、很強烈的 感覺到美國對於美國拜登總統 及兩黨對台灣、台美關係 揭露磐石的深刻印象 同時也讓我們感覺到 蘇貞昌表示今次代表團訪台顯示 美國重視台灣的重要性 雙方後續將討論如何堅守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以及應該如何團結合作 使極權獨裁用武力侵略他國的領導者 尤其是使中國領導者不敢輕舉妄動 除了跨黨派資深代表團訪台外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也在2日晚上應邀抵達台灣訪問 總統蔡英文將於3日會見蓬佩奧 並頒贈特種大壽景聲勳章 蓬佩奧預定4日發表演講 並舉行記者會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俄烏開戰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週二晚發表國情之文 強調美國不會派兵 是烏克蘭與俄軍的衝突 這個令外界關注 美國對待烏克蘭的方式 會不會同樣應用在台灣 學者分析 相較於烏克蘭 美國更關注台灣 對台海問題有明確的立場 因為現時美國 是對中國採取預防性措施 並向中共釋放信息 一旦動武的話 後果不堪設想 聽下董書月報導 拜登發表的國情之文 在開始就用了大量篇幅 去講述烏克蘭最新局際 他高度表揚烏克蘭人民 抵抗俄羅斯入侵的勇氣 他宣布 美國會對俄國航空關閉領空 都提及美國司法部 將以俄國大亨同政壇領袖為目標 扣查他們的遊艇 豪宅和私人飛機 又已經直接援助烏克蘭超過10億美元 但同事強調 美國不會派軍去烏克蘭和俄軍發生正面衝突 讓我清晰地跟大家說 我們的軍隊並沒有 將來也不會在烏克蘭和俄軍衝突 我們的軍隊不會到烏克蘭打仗 但是如果普京繼續北進 我們就要保衛北約 因此我們調動了地面部隊、空軍、戰艦 我們會保衛北約的波蘭、羅馬尼亞、拉脫維亞、 納陶宛、外沙尼亞 我也要清楚表明 美國和盟友會保衛北約每日全領土 拜登說 就好像他說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聽 和美國人對賭從來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場過程之民中 很多與會者都是身穿代表烏克蘭 藍色和黃色顏色的衣服 首持烏克蘭旗 以表示對烏克蘭的支持 烏克蘭駐美國大使 都與美國第一夫人坐在一起 香港致名研究所研究總監 許晶星3對本台說 美國不可能派兵去到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並非美國盟友 而一旦美俄開打 兩國核武加起上來 可以毀滅地球50次 到時不僅美俄會被毀滅 整個世界都會被毀滅 當然不可能 俄羅斯是這個世界上 最強大的一個核子國家 它的核武 無論是核彈頭 它的載具各方面 是完全可以和美國不敵的 在某些領域 甚至是超越美國 所以美國怎麼可能為另外一個國家 還要不是它盟友的烏克蘭 去和一個核大國去作戰 這是天方夜淡 這是違反外交常識 如果美國和俄羅斯 或者和蘇聯去打仗的話 這是一個世界門人 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軍事專家李政修都認為 美國不派兵的主要原因 是避免與俄羅斯直接衝突 一旦兩國開打 將人爆核子大戰 甚至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外界傳測 烏克蘭的情況是給台灣的啟示 擔心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入侵台灣 形容是今天烏克蘭明日台灣 而美國對台的態度 也能夠左右局勢發展 李政修認為 相較於烏克蘭 美國更重視台灣 因為台灣處於印太戰略的中心點 在整個半導體產業有重要的角色 利益高於烏克蘭 所以美國不可能放棄台灣 也沒有外交關係 可是剛好恰好台灣剛好在連接著 北街東北亞南街東南亞南海 這樣一個樞紐位置 所以變成美國不可能放棄 更何況現在中國大陸雖然號稱 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軍事強國 可是目前還沒有具備 足以跟美國相抗衡的武力 所以美國等於有一點是提出 預防性的措施等於事先涵化 等於也提醒北京 一旦動武的話 後果不堪設想 李政修說 一旦中國對台灣動武 美國和西方國家都必定有反應 但未必一定是軍事干預 又可能是經濟制裁等分析 在烏俄戰局進行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 指派由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穆倫率領的跨黨派資深代表團 在星期二抵台 展開旋風式30小時的訪問 李政修說 在烏克蘭局勢緊張之際 美國派代表團來臺 是要向北京釋放一個重要信息 在面對這個烏克蘭這樣的情勢 美國沒有派兵干預的情況之下 大家其實都在懷疑說 那你美國對於印太國家的承諾 到底會做到哪裡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是 他先派這樣的代表團來 最主要就是表達對於台海安全的重視 事實上 美國近年在台灣積極行動 包括訓練台軍抵禦中國解放軍 去年10月 台灣總統蔡英文接受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專訪的時候 首度證實 美軍在台灣協助訓練台軍 他相信如果台灣受到攻擊 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會伸出援手 美媒《華爾街日報》去年10月報導 一支美國特種作戰部隊 和一支美國海軍陸戰隊分譴隊 一直秘密在台灣訓練當地的軍隊 這些美國軍人已經在台灣 進行至少一年的軍事作業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玉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週二發布 年度貿易政策議程 透露正在此重新調整 對中國的貿易政策 研究所有現有的工具 和可能的新工具 以打擊中國政府主導的非市場行為 聽江入和報導 年度貿易政策議程指出 美國正在直接向中國提出關切 並加快和盟國和夥伴的合作 USTR在報告中說 我們對中國加碼實施其有害的貿易 和經濟濫用行為有清醒的認識 並指出 美國處理雙邊關係的整體和武實策略 將會則重於美國工人的長期利益 美國總統拜登在去年10月 首次宣布新的印太經濟框架 目的是填補華盛頓在2017年 推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後 留下的空白 後者指在 制衡中國的區域貿易協定 USTR表示 將會在不久的將來 公佈該計劃的更多細節 USTR發布這份報告之際 美國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被要求展明對華貿易政策 並對中國未按2020年初 和前總統特朗普簽署的雙邊貿易協 履行大幅增加美國產品採購的承諾 作出回應 根據華盛頓智庫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高級研究員鮑欣的分析 中國2020年和2021年購買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只實現了第一階段協議中 承諾的57% 作為該協議的一部分 特朗普保持對每年 大概3,700億美元 中國書美商品的關稅 拜登政府基本保留了這些關稅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年之後 USTR表示 美國致力於通過一系列舉措 去改進WTO 例如是強化WTO 談判貿易規則的功能 令WTO具備處理非市場經濟體 不公平做法的能力 這些不公平的做法 將會包括中國政府利用補貼、標準和法規 來扶持中國公司和打壓外國企業競爭的行為 USTR表示 從很多方面來看 中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 都凸顯了當前這套體系的缺陷 以及需要改革的迫切性 根據美國國會的要求 美國總統每年都需要頒布一份貿易議程和報告 這也是美國政府詳細解釋其貿易政策的一個機會 預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 在國會發表證詞 回答議員的問題 《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 劉鵬宇說中美有共同利益 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他表示希望美國採取合理務實的對華貿易政策 推動中美關係 匯到健康和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江日和報導 大陸媒體《財新網周耀》報導 2022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即將召開之際 尋釁滋事這條口袋罪的存費問題 再度引起法律界代表委員的關注 中國全國人大代表蕭聖芳 全國政協委員朱正夫認為 尋釁滋事罪含義廣泛 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而且極容易被濫用 在司法實踐中 一億成為新的口袋罪 建議廢除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 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蕭聖芳對財新表示 他認為尋釁滋事罪 客觀要件表以模糊 主觀目的 動機難以界定 已經草意了一份議案 賦予修改刑法廢除尋釁滋事罪 無獨有偶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律師協會副監事長朱正夫 也向財新表示 尋釁滋事這條罪名 存在明顯的缺陷 極容易被濫用 並造成社會過度刑法化 去將提交一份 關於適時取消尋釁滋事罪的建議 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數據 起訴人數排在前十位的罪名是 在2019年 中國政府以尋釁滋事罪起訴合共 11萬3850人 佔當年所有刑事案件的6.3% 在起訴人數方面排名第四 排第一至第三分別是危險駕駛罪 都洩罪和詐騙罪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宇早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睇 2-1-2-3-4-7-2-3-0-19-3-2-4-4-1-8-6-4-5-4-0-5-4-0-5-6-4-0-5-4-4-0-5-4-6-2-6-3-7-2-1-1-6-4-7-4-2-7-5-6-0-5-6-8-3-1-4-1-6-7-4-3-4-1-6-4-3-4-4-6-4-2-7-6-3-6-4-6-7-2-7-6-3-5-4-6-1-7-6-2-3-7-6-7-6-8-7-1-6-7-8-7-8-7-6-7-6-7-8-1-7